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几年前 职业白领小川被公司派往地方参加会议时 暂住在了一家名为三浦酒店的三菱二号房间 这家酒店不大 能见到的服务人员也只有大堂经理一个 不过好在经理的素质很高 穿着考究 笑容亲切 服务热情 并没让小川感到丝毫的怠慢 小川预定的三菱二号房是一个单人间 房间极小 且毫不通风 就像是住进了一个大型的微波炉 就连酒店里的水都是温吞吞的 经理告诉小川 因为线路老花的缘故 房间里的空调暂时无法使用 酒店没有维修师傅 经理保持着那标准的职业微笑用力敲打着空调 不知怎的 小川看着他的笑容 越看越觉得善人 干脆打发走了经理 到了夜半时分 熟睡的小川听到了敲门声 可透过猫眼看过去 门外根本没有人 小川以为是隔壁房客 喝醉酒敲走房门罢了 并没有在意 可才回到床上 诡异的敲门声却再次响起 不管他怎么询问是谁 都无人应答 小川干脆开门走了出去 酒店的长廊里空空荡荡 还是没人 正当他准备回房时 电话铃声响起 小川随手拿起了手机 眼睛屏幕竟然变成了大火灼烧后被碳化了的模样 断随着一声尖叫 小川从噩梦中惊醒了 此时 敲门声响起 惊慌未定的小川开始神经紧张起来 他猛地拉开房门 准备抓住这个在背后搞鬼的无聊人 可是门外依旧空无一物 回到房间后的小川开始胡思乱想 辗转反侧 等待着下一次敲门声响起 奇怪的是 在此之后敲门声消失了 第二天一早 以为自己碰到灵异事件的小川来到前台 想询问一下经理 302号房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 可偏偏经理不在 此时 一个提着水桶的老人正巧从他的身后经过 小川叫住了老人 通过询问才得知 大约在一年前 这家酒店发生过火灾 那场事故死了很多人 起火点就在302号房 老人猜测 小川听到的敲门声或许是火灾发生当时 有人想要救出被困在房间里的家人 或爱人才会拼命敲击房门 这种遗憾延续至今 死去的幽魂仍然会在半夜敲击房门 小川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的离开了酒店 经常看我解说的人应该都知道 日本人在恐怖片上的创造力 在世界上来说都是无限的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就在回城的路上 小川突然想到自己住的房间那么的狭小 仅能容下一人 根本住不下第二个人 又何谈有人 想要救出被困在屋内的亲友一说呢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敲门的只有房间里的人 我猜测一年前302号房起火 起火原因就是因为空调线路老化 烈火城燎原之势 为了控制火势 经理选择了从门外锁死302号的房门 各方想要逃出房间拼命敲门 但最终还是被大火火火烧死 小川听到的敲门声 也是烧死在房间的鬼魂发出的 那是冤魂想要逃出房间的最后呐喊 第二个故事 不能看的人 小爱这几日被噩梦缠身 总会梦见一起车祸现场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中午 小爱和闺蜜争巧撞见了一起车祸 当时一辆面包车吃空 撞向了两个路人 致使一人重伤 一人死亡 女驾驶员重伤昏迷至今未醒 小爱也看到了那个被撞死在路边的男人 自此后她便噩梦不断 更奇怪的是 无论自己怎么运动节时 体重都会无缘无故增加 最高时一天能胖六斤之多 经常看我姐说的人应该也能猜测 是不是鬼魂附在了小爱身上 导致其体重增加呢 我们继续看 这让爱美的小爱难以接受 只能安慰自己是体重称坏了 这天晚上 手机新闻里又出现了那场车祸报道 小爱看着屏幕中 那个男死者的脸发着愣 突然男死者似乎也感觉到了小爱的目光 瞳孔一动看向了小爱 吓得小爱差点把手机甩出去 可再仔细一看 男死者的瞳孔又恢复了原样 小爱摇了摇头 只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便没有多想 都说人倒霉 真的喝凉水都塞牙 长胖失眠不说 这天在公司 小爱又碰上了电梯故障 电梯好不容易好了 一个正准备上电梯的男同事阿剑 突然一脸惊恐的看着小爱 转身就冲了出去 这让小爱的心里愈发的胆颤 傍晚回到家 小爱早已身心俱疲 他看着镜子中憔悴的自己 突然觉得背后发凉 回头一看 那个男死者正趴在他的肩膀 死死地盯着他 小爱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原来在车祸现场那天 因为小爱一直盯着男死者 看个不停 那男人的鬼魂 就干脆产生了小爱 体重之所以会增加 也是因为男死者的鬼魂 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导致 小爱再次醒来时 闺蜜和阿剑出现在了眼前 原来阿剑家住在寺庙 懂得一些驱鬼之术 驱鬼仪式结束后 小爱果然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 一成体重 比最瘦时还轻了六斤呢 第三个故事 大笑的女人 大学生尤美毕业后 从老家来到东京 驼奔姐姐 为了适应都市快捷自作生活 姐姐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就连妹妹到来 也没能抽出时间 只是留了张字条 让尤美自己收拾好房间休息 姐姐租住的出租屋 共有两间房 小房间就留给了尤美居住 可就在尤美独自收拾行李时 她听到了一阵女人的笑声 声音似乎是从墙壁另一端传过来的 尤美以为是隔壁邻居传来的 并没有在意 可是到了半夜 女人的笑声再次响起 这次 那女人的笑声开始变得癫狂 变得撕心裂肺 这听呢让人心里发慌 尤美便从小房间 搬到了客厅沙发居住 第二天一早 尤美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 可姐姐却说自己住了这么久 从来就没有听过什么笑声 也没有见过什么隔壁邻居 还劝尤美就不要多管闲事 自找麻烦了 尤美嘴上答应了 可白天路过隔壁时 还是忍不住好奇 想要看看隔壁到底住着什么人 便凑近门 透过猫眼向屋内张望 突然 一声巨大的敲击声 从门内传出 吓得尤美把腿就跑 晚上回到家时 也是绕着隔壁的房门 有多远躲多远 似乎是发现了尤美 对自己的忌惮 从隔壁房间 再次传来了 嚣张的大笑声 门也开始剧烈的敲击起来 尤美战战兢兢的回到房间 心里害怕极了 可今晚姐姐还要加班 家里又剩下自己一个人 果然到了半夜时分 从隔壁 再次传来了笑声 难以忍受的尤美 奋力敲击着隔壁 大声喊道 笑声竟然真的停止了 可就在尤美松口气 重新躺下时 一抬头 太好板正倒掉着一个 面目猙獰的女人 她的口中发出刺耳的尖笑 尤美痛苦地捂住耳朵 此时 担心尤美的姐姐赶了回来 她一边安抚尤美 一边说 自己今天问过社区管理员了 隔壁根本无人居住 身心俱疲的尤美 也没有再纠缠着问下去 有了姐姐的陪伴 她总算安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 惊神了许多的尤美 起身寻找姐姐 想追问昨晚发生的事 家中四下无人 电话铃声响起 是姐姐打来的 在电话里 姐姐向尤美道歉 说很抱歉 昨晚没能回家 听到这儿 尤美愣在了云地 原来 昨晚出现的姐姐 就是那个不断大笑的女鬼 我想 那个不断大笑的女鬼 或许是曾经死在隔壁的邻居 因为她死去的房间 紧挨着尤美居住的小屋 所以 只有靠近她的尤美 能够听到清晰的笑声 女鬼并没有杀到尤美 或许 她只是个顽皮的冤魂 只是因为太寂寞 才会出来窜门 搞搞邻里关系 毕竟 远亲不如近邻嘛 第四个故事 陌生的朋友 女人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最简单 也最复杂 都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六个女人连续剧 那么 几个浮夸虚荣的女人 凑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 攀比 性子现在就身处于 这样一场同学聚会当中 听到老同学的炫耀 性子只是尴尬的 扯了扯嘴角 可最让她感到浑身不自在的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坐在她身旁 笑得一脸开心的这个人 这个同学 名叫美美 听她说话的口气 似乎把自己当成了 性子的好闺蜜 还亲切地问性子 和男朋友最近怎么样了 对于性子的生活琐事 她似乎知道的是无巨细 可诡异的是 性子并不认识这个人 她美美上厕所的空隙 实在按捺不住的性子 问其余两个同学 这个人是谁 可同学却依然好笑地反问道 那不就是咱们的高中同学吗 还是性子你最好的朋友啊 听同学说的如此肯定 性子甚至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不管她怎么翻找通讯录 都没有一个叫美美的人 这个美美还给性子 戴上了一枚戒指 真的像好朋友一样说 要一直在一起 这让性子感到毛骨悚然 甚至觉得 这戒指根本就是种诅咒 再次回到饭局 两个同学起沉去了厕所 现在 菜桌上只有美美和性子两个人 美美看着性子 突然冷淡地问道 你不认识我了吗 性子吓坏了 胆战心惊地愣在原地 美美要求性子 向同学保密 不认识自己这件事 还说着自己已经死了 她那双腐败困难的手 一把抓住性子 吓得性子拔腿就跑 还在门口摔了一跤 两个同学赶忙追了出来 听到性子口中喊着美美 还奇怪地问 不就是咱们三个吗 美美是谁 原来方才的一切 都是美美的鬼魂 对性子施的障碍法 是一种幻觉假象 再回头美美消失了 可是她送给性子的戒指还在 我猜想 或许美美是性子 幼年时最好的朋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性子身边朋友的增多 便自然地将美美这个人 从记忆中删除了 可是对于美美来说 性子还是她最好的朋友 所以 即便自己意外死亡 鬼魂也一直徘徊在性子身边 窥探着性子的生活 还假装性子最好的朋友 来参加同学聚会 一二集的四个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集于2020年上线 总体来看 与毛骨悚然撞鬼惊有些类似 虽然恐怖镜头不多 但是配乐与镜头拍摄都很好 弥补了一定的不足 而且每集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鬼怪也不再是传统的 无差别杀人了 非常适合无聊的周末 家人们就在一起观看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